解放军上周14号才结束了联合力舰2024B的军演 没想到动作这么快 这是在福建平潭海事局 21号呢就发布了这个航行警告 好在这个部分表示 在平潭牛山岛沿海部分区22号 就来进行实弹的演习 同时警告船只物靠近近航区 这个地点在哪里呢 好牛山岛据称是大陆跟台湾 距离最近之地 距离新竹大约只有119公里 距离台北市大约是165公里 那么在国防部也做出了回应 表示这个活动是共军年度例行性的演训 那国防部呢也有运用了监侦系统 密切掌握不排除是结合台海动态库 大为这做法之一 那么平潭有之解放军 七二集团军火箭炮兵 第一旅一营二连 七月才获得了模范火箭炮兵连 也参与了利剑B 那主要有配置了PHL-16的远程火箭 对台湾的威胁是最大的 好根据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 这个演习呢是在22号 在早上的九点钟到下午的一点钟为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上个礼拜在军演之后呢 大国要主席习近平也来到了福建在这边来考察 包含了福建漳州啦厦门考察 那行程就包含了对台湾的一个演训的主要的地点 持续摆出了这样一个姿态 那么很快在20号又有动作 我们请教委员 其实这个我认为是针对这两天 有美国的军舰一号驱逐舰 还有一个加拿大的巡航舰 故意绕过台湾海峡 他们要以对应的 因为本来上一次的联合立舰2024B的演习 就没有要做实弹射击 如果有需要的话 那上一次就做了 那这一次怎么突然间拉出来做呢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现成的 这一款PHL-16 它可以装三种弹 一种是打150公里 一种是打180公里 还有另外一种可以打300公里 基本上有三种弹 前面两种外号叫火龙弹 后面那一种是属于战术飞弹 可以打500公里 那为什么上一次不拿出来 这一次特别拿出来 上一次根本就没有发表任何的 所谓的禁航区的命令 但是这一次呢 突然间推出来 很紧急的推出来 还通告所有进入上海福州长乐机场的飞机 全部改班 很多人就是突然间 在空中才接到命令 说你只能停靠 什么浙江温州 或者你停靠北的地方 就是不能进入长乐机场的附近 这就是10月21号下午 飞往福州多数的航班 在中毒背降 在温州厦门 大家就彩测很可能是军方的原因 空中进行完成 所以这个要 因为它这个火龙弹 打了很远 打了100多可以打到台湾岛 所以它飞的高度 怕万一飞机如果在下降过程 一时不闪神就打到了 所以飞机下降起飞都很危险 所以必须要对福州的长乐机场 做一种流量管制 还有很多人要所谓的 到备用机场去起降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 它并不是上一次 联合历舰演习的延伸 而是美国跟加拿大 觉得说在联合历舰演习之后 要挑衅一下解放军 所以解放军就特别拉出来 就直接了当告诉你 如果你要玩真的 想要通过台湾海峡 你不可能活着走出台湾海峡 因为这种火龙弹的数量很大 虽然说它是相似的火龙弹 每一个相似的就那么几枚 可是不要忘记 它那个PHL-16的发射车很多 这个不是一步两步 不像我们爱国者飞弹 就那几步 它是动不动的几百步 所以你在这种饱和攻击底下 你那个什么神盾驱逐舰 那个什么加拿大的巡防舰 在台湾海峡是没有生存的机会的 因为台湾海峡并不宽 你那个驱逐舰 你要反击的话 反击的力道也相当的有限 所以它这个是一种演习 一种实弹射击 也是一种对美国加拿大的警告 好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在上个礼拜的围台军演之后 很快在22号又有这样的一个 沿海实弹演习 针对主要就是在美加的部分 那么同时再来看到 上个月其实在东风31AG洲际弹道飞弹 在太平洋试射 全球是蛮震撼的 现在解放军再次的亮剑 来看到是央视曝光的一个画面 那么在这个央视曝光的是 多枚战略核导弹同框的画面 现在在专家也指出了分析了 很可能是东风26分弹 拥有超强的打击能力 而且呢 在这一次 亮相这个东风26飞弹 飞弹射程可以覆盖第一导链 以及第二导链 那么大陆自媒体表示 对展示东风26释放明确的讯号 很明显就是在提醒某一些的国家 你不要太低估大陆的防卫能力 请教亮哥 这个东风导弹 这个习近平有去看 那因为他是在安徽 那因为他的射距大概有 4500到5000公里 那一般的认知就是 就是说如果沿海的 这个基地被摧毁了 那照样可以从这个安徽的基地 射东风26射到关岛 因为关岛距离中国大陆沿海 大概只有2800公里 那这个就是假定 就跟这次联合力舰逼 他不是有从二线机场 飞那个战斗机吗 那一样 他也从二线的东风导弹的基地 去看 就表示说 其实你不要以为 你把我的沿海机场 沿海的飞弹基地摧毁 我就没辙了 那这个也是对美国的警告 就是说你的关岛我基本上 从安徽还是打得到 所以你最好不要进场 大概就这意思 是 所以可以看到 其实席剧的两个地方 一个是东山岛 东山岛事实上是1953年 国军最后一次反攻大陆 那三天惨败 这个历史我们郑元凶比较清楚 惨败不要讲 是 因为我们台湾 基本上都在谈古临头 八二三不敢谈东山岛 对对对 比较少谈东山岛 是 所以可以看到 在这边 他去东山岛就意味着 两岸事实上真的在内战 所以你不要忘了 你不要以为你叫中华民国政府 我叫中华民国共和国政府 就是互不隶属 内战并没有结束 实际上就这个意思 所以去这几个地方 就是很明显 他要告诉你这个意 东山岛是跟台湾讲 去安徽是跟美国讲 对 感谢观看